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连盯着白凤酒轻瘦的脸轻笑了起来 之前你可从不跟我客气的 怎么来到人间竟也变了性子 我这不是怕招待不周吗 如今此地连一壶像样的酒我都拿不出来 哎 眼下我可真是够落魄的 白凤酒不免有些失神了 苏莫叶放下手中的书卷一伸手 手掌中竟然出现了一壶酒 有些日子没有喝过酒了吧 给你 哇 莫少 你可真够朋友 白凤酒一把抢过苏莫叶手中的酒 美美的喝了一口 好香的酒呀 在人间十多年来 我可是第一次喝到如此佳酿 莫少 你都不知道 人间的酒大多如水般清淡无味 知道你受苦了 苏莫叶继续整理着书卷 不过能再次看到你真好 殿下 你刚失踪的那祸 我可担心了 我可不是会想不开的人 有什么好担心的 怎么说我也是一方女军 岂会从此一蹶不振 白凤酒说这话的时候 努力让自己不去回想什么 苏莫叶叹了口气 殿下 不说这些了 这人间也挺好 好在我已经找到你了 放心 我定不会陷露你的行踪 多谢你了 莫少 白凤酒笑嘻嘻地走到旁边 正在拿着一本书翻看的白滚滚身边 滚滚 莫少这个老师如何 喜欢吗 喜欢 白滚滚很是懂事的点点头 娘亲 看上去老师可比小燕叔叔靠谱多了 哈哈 苏莫叶听着白滚滚的话 不觉笑了起来 滚滚 你也觉得燕石屋不靠谱啊 其实吧 燕石屋还是个不错的人 虽然杏子粗放了一些 可她却是个性情中人 莫少此言极是 白凤酒微笑看了一眼窗外 莫少 我家滚滚就交给你了 我去屋后看看去 小燕虽是性情中人 但她做事着实不靠谱 我得去看看才能放心 去吧 滚滚这里有我呢 看着白凤酒离开 苏莫叶将站在一旁的白滚滚抱到榻上 滚滚 我急错了你的老师 自然会用心教你 但是你不能复了自己 定得用心学习才是 白滚滚点头 老师 滚滚定会用心学习的 呃 我能问老师一个问题吗 问吧 你想知道什么 苏莫叶明亮的眸子 盯着满顶志气的白滚滚 人有生老三千级 唯有相思不可依 这相思是什么意思 是想念一个人的意思吗 白滚滚盯着苏莫叶明亮的眸子 说道 为什么相思不可依 这话是谁说的 苏莫叶皱眉 娘亲说的呀 白滚滚很是平静地说道 娘亲将这句话写了下来 没事他就会拿出去看看 娘亲这是怎么了 殿下终究还是忘不了冬华 苏莫叶轻叹了一口气 哎 滚滚啊 这是大人的事情 你还小 不该操这样的心 何况你娘亲身边还有你 也有我 老师定会保护你们母子的 谢谢老师 白滚滚看着一脸失落的苏莫叶 看来老师对娘亲还是不错的 不过 既然他想要打听的事情 总归是会打听出来的 不是还有个小燕魔君吗 屋后不远处的一处密林中 燕池屋和风痕正在砍伐着木头 过几天就入冬了 这亭子四面透风 风痕 你说老子若是在亭子的四周 加上新竹帘会不会暖和一些 燕池屋停了手 站在原地盯着风痕说道 风痕想了想说道 那是自然 小燕叔叔 可这里全是树木 一时没有看到哪里有竹子啊 你不就是竹子吗 还是一颗比树还粗的竹子 燕池屋一双明亮的眼睛 不停地在风痕的身上瞄来瞄去 风痕吓得一下不敢动弹了 可怜兮兮地盯着燕池屋 小燕叔叔 求你放过风痕吧 风痕不想做足连 小燕 风痕可是我家滚滚的书徒 你若是在欺负风痕 滚滚会跟你翻脸的 白凤酒微笑着走过来 刚好听到这一幕 小九 老子就是吓吓他而已 燕池屋看着白凤酒一脸显笑地走来 不禁也跟着笑了起来 真是不惊吓 小燕 你若是累了便歇息一下 反正这亭子也不急于一时 说着白凤酒将手中篮子里的茶水拿了出来 倒了一杯 递到燕池屋的手中 燕池屋接过白凤酒递来茶水 刚要去喝 只见一丝隐隐滑光 从天际而来 直飞燕池屋的耳边 燕池屋的脸上当即便湿了色 白凤酒知道这是魔界的传音之术 颇为担忧地说道 小燕发生了什么事 若是要紧 你速速回去 玄之魔君 念初眼受了重伤 快要死了 燕池屋眉头身皱 怎么会在魔族境地受伤呢 难道 不好 小九 我得离开了 燕池屋将杯中的茶 仰头喝了个干净 这魔族境地中封印的 可是魔尊渺络的血泪 念初眼在近地受伤 只怕定是跟着渺落的血泪 有关 小燕 你千万小心 白凤酒看着燕池屋准备离开 不免有些担心 等我回来 看着白凤酒眼中 很是明显地流露出 一抹担忧之色 燕池屋会心一笑 周身滑滑涌涌动 一晃而逝 白凤酒看着周围地上 放着一些横七竖八的木头 算算也是够用了 便和风痕一起将木头 往庭院中运去 燕池屋匆匆回到青枝魔族 就看到 玄素一脸紧张兮兮地在大殿中 来来回回地晃悠着 怎么回事 我才离开这么一小伙 燕池屋的脸色有些不好 他正准备给小九建亭子呢 哎呀 玄素一看燕池屋回来了 赶紧说道 魔君 你终于回来了 念初眼 奄奄一息地晕倒在近地 被守近地的侍卫发现了 几大魔君都去了 正在为念初眼衣伤呢 魔君 我们快去看看吧 燕池屋急急走下大殿 跟着玄素便往殿外去 眼下就紧念初眼才是要紧之士 不想 燕池屋刚走出宫殿 就看到吉衡正在往他走来 燕池屋不觉眉头深皱了起来 吉衡来做什么 他可是从来不曾主动来找过他的 魔君 吉衡公主 玄素的脸色有些难看 燕池屋应就拧着眉 看着吉衡说道 吉衡公主 你怎么来了 小变魔君 我来看看你 因为玄素在 吉衡有些不大自然 看着一身娇弱虚弱的吉衡 燕池屋的眼中没有半死的波澜 吉衡 我要去救念初眼 你先回去吧 小燕 吉衡咬了咬唇 你这是怎么了 以前你不是这个样子的 燕池屋的脑海中回想起 那日续阳宴请诸魔君一事 吉衡中途离席 在花园中 吉衡和续阳说的那些狠话 一时不免悲伤了起来 既然你不喜欢我 教我不上 如今我主动离开了 你又何苦来招惹我呢 想到这里 燕池屋周身滑观一闪 消失在吉衡的面前 吉衡眼中带着隐隐的泪光 愣在原地 悬素看着吉衡故作可怜的模样 心中有些厌恶之感 可一想到吉衡是续阳的亲妹妹 表面上她是怠慢不得的 公主 魔君担心念出眼魔君的伤势 走得急了先 要不你去店中歇息一下 玄素一脸谄媚地微笑着 吉衡冷眼扫了一眼 玄素不闭了 欲闭 吉衡转身带着一脸恨意离开 玄素看着吉衡离开 不屑地抽了车唇响 我家主子被你气爽多年 好不容易主子不屑离你了 你也得要脸 不是 还来痴缠我家主子 真是有够不要脸的 想到这里 玄素快步追上吉衡 公主留步 属下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吉衡停了下来 用冰冷的声音道 说想打听什么 玄素走到吉衡面前 嗨嗨一叫道 公主 你也知道 我家魔君将来与你如话不说 前日里 我家魔君喝醉了酒 他口中一个劲地叫着什么 小九 小九的 可属下认识的人中 似乎没有叫小九的 公主 你有见过 这叫小九的人吗 什么 吉衡一脸愤怒地转过脸 疼疼地将目光锁在 悬素的脸上 公主 莫不是你认识 悬素洋装 惊讶地问道 不认识 吉衡冷冷地丢下一句话 转身便离开 厌食物 你竟然 白凤九 白凤九 为何我吉衡喜欢什么 你便抢什么 我吉衡到底哪里不如你 为何轻心我的男子 都会被你勾搭走 白凤九 你这个狐狸精 我定不会这么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等着 吉衡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到寝殿的 他愤怒极了 难怪他让厌食物插白凤九的下落 他轻之魔族 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哗啦啦 一阵悦耳的破碎声响起 吉衡将寝殿中 桌子上所有的杯盏一下全都扔在了地上 看着满地的破碎 吉衡大哭了起来 帝君不拿正眼瞧我吉衡 如今连厌食物如此粗俗之人也不拿正眼瞧我了 白凤九 都是你 都是你 我吉衡恨死你了 恨 哈哈 恨有何用 吉衡 恨可是无能 懦弱的表现 我若是你 定会杀了白凤九 店中一角一团红色的光蕴 不停地晃动在吉衡的面前 你真以为你能杀得了 聂出眼 若非本尊助你 只怕在境地中受重伤的便是你吉衡 这伙诸多魔君联手为聂出眼衣伤 若是聂出眼活了过来 只怕 他定会将你亏须本尊血泪一事说出来的 哈哈 即便你是续阳的妹妹 只怕到续阳也是保不了你的 不 魔尊 魔尊 聂出眼绝不能活着 求魔尊救我 吉衡对着眼前的这团红光呜呜的哭了起来 吉衡心情不好 在魔族随意的肘子不知不觉中 既然来到了魔族近地之处 就看到聂出眼在渺落的血泪前和渺落说着什么 吉衡虽然不知道这血泪的事情 可这血泪之中极为强大的力量 却一时蒙了他的双眼 吉衡一时贪心 便想要将血泪占为己有 不想 聂出眼却发现了他 他想要离开 可聂出眼竟然拦住了他的路 还出手轻薄他 当时也不知道怎的 他竟然对聂出眼 起了杀心 他就这么几下 聂出眼竟然就被他打得倒地不起 就你 渺落的幻象出现在光运中 他冷眼盯着吉衡 本尊岂会白白出手就你 渺落本就是万年 着夕之身 这人的心越是黑暗 阴狠 越有利于他 吉衡自然不适 不知不觉中走到禁地的 那就是他暗中指引着吉衡去了禁地的 当然这也是帮着吉衡杀了念出眼的 这念出眼虽然阴狠 可却不够心黑 既然吉衡带着吉祥的怨念而回 我可是不会轻易放过吉衡的 若是能得到吉衡的元神 他自然能早日挣脱出牢笼 吉衡和念出眼相比 自然吉衡有用得多 魔尊如何才肯答应 吉衡抬起眼帘 冷眼盯着渺落 一股隐忍的杀气直冲渺落而来 渺落深吸了一口气 好强的杀气 可惜你实在太弱了 想要杀了本尊 你简直就是在做梦 不过这么杀气 本尊着实喜欢 本尊果然没有看错人 想要我帮你很简单 只要你答应 以你的元神与本尊为奴 本尊定为你荡平一切 以元神为奴做代价 吉衡 慌乱的摇摇头 不不不 哈哈 渺落疯狂的大笑了起来 吉衡 本尊知道你深爱东华 可东华却怨恶你之极 你甘心吗 你难道不想杀了东华深爱之人 好好为自己出口气 我 我 吉衡依旧不想答应 罢了 渺落盯着地上的吉衡 眼中赏过一抹金光 但你想通了 便需近地找本尊 吉衡 如今连你厌恶之人 也不屑于你 你若是想要默默忍受着 一切恶火 也不是不行 只要你甘心 吞下这个恶气便是 还有 若是去阳真的带你好 便不会眼看着东华丢下你 而不去东华那里 为你讨个说法 依靠别人而活 你永远只能活在隐忍之中 只有自己强大了 他人才不敢轻视你 你想杀谁便杀谁 哈哈 雨碧 苗默又是一阵疯狂的大笑 红光一闪 消失在吉衡的面前 吉衡从地上爬起来 眼中带着一抹胸光 不到万不得已 他定不和苗落 扯上半点关系的 眼下 他得想法要念出眼死 只要念出眼活着 他定不会放过他 他可不想死 他若是死了 帝君便会成为 他白凤九一个人的 他岂能甘心 玄之魔族 朱魔君 两何吉利为念出眼 医着伤 可念出眼的伤势 实在是太重了 一连十几日 念出眼依旧不见起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